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我熱烈今天大盤的黑K給大家一個警示 疊一百點 這個黑K告訴大家 不管你現在手中是什麼樣的股票 不管你現在持股比重有多少 你都要做好準備 絕大部分現在很多投資朋友手上 都是高檔套牢的電子股票 那這些股票現階段該如何操作 我常跟各位分享 股票一買一賣 有人買一張就是有人賣一張出來 當一個股票從低檔漲到高檔 而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是誰在賣股票 那個時候通常都是大量 報紙 媒體 記者 投顧老師 甚至外資都會來插花 很好 我請問各位 已經漲多的股票 誰在賣股票 很多題材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點 大家都知道股票 你要避開 我再講一次 大家都知道的題材 你短線上 你要先避開一趟 隨便舉幾個例子 前一陣子不是 這個望宏 華房電很強嗎 大家都知道 哇 這個Netflix缺貨 在這裡大家都知道 Netflix缺貨 一路漲上來 現在跌到這裡來 從30跌到23 大家在討論什麼 那這個股票 還會不會反彈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這個例子跟各位講 其實華房電還應該這樣講 你看它從今年1月份開始 漲了一整年 你看見沒有 這是去年 它從今年1月份開始漲 在這裡 這量不到10塊錢 漲到30塊漲三倍了 漲三倍了 可不可以搶 有沒有人高漲調節 連2330的台積電呢 這個沒關係 這待會兒我再調整一下好了 連2330的台積電 我講 其實 它也是怎麼樣 外資在調節 於是乎很多人問我 老師啊 比如說像玉金光 它手中有玉金光 或者它看了玉金光 有人來問我 它從596跌到288 已經腰斬了 可不可以低階搶反彈 那我心裡想 你真的會做嗎 你真的會搶反彈嗎 我說 有人看到是596跌到288 腰斬了 想搶反彈 我看到的是 它從103漲到596塊錢 從這裡漲到這裡來 那你覺得 今天就算跌 跌到300塊這個地方 大概還在這個位置點 離這裡 有多遠 在這裡買的人 隨便賣都大賺 可不可以搶反彈 可以 功力夠不夠 不會搶 不要亂搶 我當時在講玉金光 我當時在講 這個玉金光在對照的時候 我說 你注意康控KY 10月12號的時候 200出頭 沒有人在講 我講康控10月12號在這裡 那時候兩個月前 大家還在講 還在講光學族群 對不對 現在在這裡 什麼都不要講 那你對照看看 大家都在講光學族群 你還有肉嗎 大家都知道股票 你真的會搶反彈嗎 你真的會操作嗎 親愛的觀眾朋友 殺到這裡來 有沒有 殺到370幾塊錢了 大家在攤 跟怕的拉扯 殺下來 會怕 結果呢 賣在這裡 拉漲停板 我說你真的會做嗎 15號的時候我講 你攤在這裡 我是怕在這裡 來找我的人 其實很多都套在這裡 短短的11天 股價跌掉4成 我說來到這裡 當然會怕 這邊疊4成的嘛 你當然會怕嘛 怕 就是最好的買點 散戶都在怕 我就買 600都敢買 疊了4成了 你不敢買 我告訴你 買600的人疊4成 還真的不敢買 那不敢買 你就看他眼睜睜的 買完之後 上去 上去 再上去 10張 你的價差就是74.5萬 各位你去想一想 那當然這是強反彈啦 我不認為康控KY短線上會回到600塊錢 讓散戶解套啊 不可能啦 短線上不可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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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你光搶這個反彈 你有這個資格啊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股票 你充其量 你搶個反彈可以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股票 就行了 嗯 為什麼 你能看到 高特別的股票 我都不擔心 你要不要把股票 這個股票 就不會 是 相當是 這個股票 你能是 一插 閃閃 不是 这个疑惑 一大堆的担心 我常跟各位讲 你做股票 你该买就买 该卖就卖 你当机立断 不要婆婆妈妈的 婆婆妈妈的人 不适合做股票 你可以放长一点 买个金融股 买个钢铁股 配息 放个五年十年 No problem 你不要那么累 你现在很多电子股在震荡 很多人在出货 电子股在出货 你不会做 你要真的要绷紧神经 你要怎么样 你要把你自己的财产 要好好顾劳 这个71块5 价差 你就不要追了 那质保要涨停 不用追了 你买四星KY 不是吗 你买完之后 不是就拉上去涨停板 上去 快速获利一趟 老师真的假的 来 9点32分 卖这里 卖最高 老师你为什么要卖最高 你怎么那么厉害 老师你为什么要卖这个股票 我告诉你 很多人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会买不会卖 不要说很多散户投资朋友 连很多操作股票专业投资人 都不懂得卖股票 为什么 不会做 个性使然 婆婆妈妈的 婆婆妈妈在这市场上面 一定会遭遇到很多困难 我要不要卖 占上100块钱 会不会涨停板 会不会突破 我就给你卖掉 9点32分卖掉 买马光 563买马光 涨停板 隔天涨停板 礼拜五 获利卖掉 买马光 涨停板 你光看这个就好了 我不用跟你讲 这全部白紫黑字 今天接回 逢黑接回 我请问各位 那你讲基本面 你跟我分析基本面 如果你赚不到钱 再讲更多基本面 可能都要去 稍微去思考一下 你赚钱最重要吗 大家都知道电子股 没有关系 我带你赚钱 你自己做赚不到 我带你赚钱 你的老师 只会讲基本面 带你赚不到钱 我带你赚钱 你的股票高档 电子股套做没有关系 我带你做价差操作 这里面白紫黑紫都写给你看 你说一档四星KY 基本面我可以跟你讲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今年获利比去年大幅度成长 去年赚钱 今年前三季已经大赚了 而且看好AI人工智慧 对不对 张忠谋先生 他也讲 未来 AI人工智慧 他看不到任何乌云 他不认为 AI 台积电会有影响 基本面我们都可以谈 重点是 你能不能赚到钱 这些股票其实 基本面大家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 康货可以让很多人做赚不到钱 五六百块套住的一大堆 来找我的很多人 都是五百多块套住的 他说看谁节目 一直在讲康控KY 结果买了就不动 你看节目你要注意一点 看节目是看节目 操作是操作 四星KY不是吗 那你看质保就好 够不够强 老师啊 被动元件 最近被动元件不是很强吗 不是国具掌丸掌核生堂 核生堂掌丸掌华兴科 华兴科掌丸掌自保 每一档都很强 我问各位 每个人都知道被动元件 现在缺货很强 我问哪 我问你 今天华兴科有没有杀 差一点杀到谍听板 你昨天不出 我告诉你 你今天就等着怎么样 去想 该怎么样等解套 我昨天华兴科全部出掉 我昨天被动元件 我不敢讲所有股票 我被动元件 我昨天出华兴科 我昨天出智保 智保2375 12月21号 礼拜四 9点02分钟拉涨停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烦恼 你就等着赚钱就是了 我会带你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我先跟各位讲 白纸黑纸在这里 怎么做 看这里 两天两支 有没有 恭喜大家两天两支 买股票追涨停板 每个人都会 很多投股老师 比丁老师更厉害 强势股就追 对不对 创新高 准备创新高就追 快涨停板也追 你追你会不会出呢 你会不会赚钱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两支涨停板之后 来 有没有过高 有 来 12月25号礼拜一 将质保获利卖出 先获利入贷 社会资金 我就是要价差 入贷 快速操作 老师啊 你为什么要去卖质保 你为什么要卖质保 9点30获利出 今天呢 几乎收最低 那我常讲 你看节目看基本面 等你赚钱再来看基本面 没有关系了 你赚了钱了 你电视机随便转没有关系 你没有赚钱 不要讲 基本面参考一下 放在口袋里面 你赚钱获利入贷最实在啊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昨天把自保卖掉了 你有自保的人或看我有自保的人 你一定怀疑 昨天我跟你讲 我们全公司都怀疑我为什么卖自保 今天没有人怀疑 今天没有人怀疑 今天大盘跌多少点 你逢高大家都知道股票 大家都知道贝重元件 你这时候不卖 你什么时候卖 你什么时候卖 我问各位 很多人说我自己会做股票 很多人讲我很懂基本面 我做了几十年股票 很多人说我之前出生什么什么什么机构 我告诉你 你短线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不是今年年初九千两百多点的 我只告诉你当下获利入在最实在 你自己想一想看看就好 我昨天为什么出 很简单 我要买新股票 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像康控KY四星 KY自保 全隐生 你都没有快速冲出大转 是不是很可惜 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我们在操作本来就是 利用大盘在逆市的时候 去进行快速价差操作 所以这个跟大盘是没有关系的 婆婆妈妈的 想东想西的 股票套一大堆的 节目看太多的 跟太多老师的 你要的不是赚钱吗 带你无限快充 不要限制快速冲进 冲出你的价差 冲出你的获利 全年最低 来 12月31号前有效 把握时间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电子股 现在谁要讲全新 你的老师也要讲全新吗 2455 我请问各位 你手中有没有全新 你的老师有没有叫你出全新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全新的操作 人气股价差操作 你不会做 你赶快来找我 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追踪了很久 对不对 全新的买点等我通知 我有没有通知 我有没有叫你买任何一张全新 当然没有 全新加怎么操作 我还没有出手 全新加怎么操作 你手中有全新 你赶快来找我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赶快来找我 老师还会不会再跌 118跌到今天 跌破90块钱 差20几块钱了 这边短线上面 买到这边怎么办 你全新的价差操作 不会做的赶快来找我 你只要能够价差操作 有个7%有个10% 你去在乎那些 费用做什么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我感觉自己躲在这边 没关系 输和输 给他套出没有关系 我坦白来讲 不要钱的最贵 你看电视转来转去 现在谁在跟你讲全新 你那些老师要讲全新吗 那你看他节目之后 你认为自己会做 你买了全新套住 现在怎么办 你要找他们 他们会架杀操作吗 他们会吗 现在连讲都不讲了 我讲等我通知就等我通知 被动元件 每个都在讲 和生糖 和生糖算最强的 今天压回到五日线 育邦六四四九 收最高 创新高 再创商工高 掌停板 全部获利出场 他算强的 他算强的 他跟和生糖一样算强的 全部获利出场 我没有出到最高那一天 我在卖的时候 一定会怀疑 老师还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那今天呢 那今天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股票了 不是吗 那我跟你讲 我说DG期的生计股票 我常跟各位讲 大家在担心生计股票 你要先分清楚一点 你新药暂时不要碰 台湾的新药股 坦白来讲 在过去两三年 其实 尤其在两年前 的的确确造成市场上 很多人的伤害 为什么 很简单 回过头来 没有本益比 你只是一个梦而已 什么时候新药过关 不知道 很冗长的过程 经过筹码炒作 丢到市场上面来 造成散户的受伤 大户的死心 所以生计股 基本上新药股 现在这两年来 它还是在进行打底整理 可是慢慢慢慢 等它筹码沉淀之后 它未来一定还会再涨 股票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那像这种跌升的股票 3205的百言 我就跟你讲 第一季期的升级股票 持续往上 往上走高 为什么跟你讲 你的电子股要注意 对不对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我说 像这类型的股票 马光KR 我跟各位介绍 大概差不多有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个礼拜 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生计股是逆势股 你要记得一点 大家都知道股票 你买在高点 那一定是有人在低档 倒给你 可是长线上面 如果说它是相对低的 而且大股东的成本 可能都比你高的 你根本不要怕 其实我觉得像 马光KY这种股票 这股票之前没有亮没有错 然后再进入到12月 就开始加温 昨天工事上涨停板 今天做一个换手 我跟各位讲 马光KY 今天就算大盘不跌 它也会拉回修正 为什么 因为它量 最近出来 被列为助益股票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 你要做马光KY的 你要找对人 那今天其实短线上 我早就预测到 有一些看我节目的 你自己想要来插个花的 你自己去冲掉 买那一张两张的 我跟你讲 大股东 持股比重 接近八成 外面根本没有什么散户的筹码 它没有信用交易 它甚至不能现股当冲 你盘中那种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的 你赚那一点点的 今天收盘收57块1 我告诉你 他们上一次现真多少 68块钱 我讲到这里就好了 其他的其实我们都有跟各位陆续介绍 你要想清楚一点 公司老板的企图心 公司老板的持股成本 以及公司未来的愿景 你可以不买股票 糖尿病的人需不需要照顾 我常常跟各位去分析 一个人如果去看医生 他是不是跟医生划给 你该拿药该吃药 你就是乖乖去吃 乖乖去看 马光KY 他复制了台湾跟新加坡的经验 是国内唯一一家 连锁医疗体系挂牌的 最重要是天津马光 那天津马光呢 两家外资 入资外资 天津医药集团跟香港中信集团 一起成立之后 那未来在天津马光 他们要释出部分的股份 可能有其他的公司 其他外资要来入股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台湾股市 人家看到的是 人家大陆的商机 人家中国大陆的商机 天津市有1600万人口 有光糖尿病患有30万人 民营的诊所 大概只有几十家而已 那这些公司 这些人全部都去怎么样 去背后去看公立的医院 所以我觉得马光KY这档股票 我认为 我现在直接跟各位讲 它是我认为是2018年的大标股之一候选人 而且12月的营收 我认为它进入到旺季 而且他们一次性的收入 在12月跟1月会入账 那是特殊行业的关系 在大陆 所以天津马光这一块来讲的话 开始转亏为营之后 马光KY未来 EPS 3块 乐观上看4块 营收获利 12月大爆发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持续拭目以待 那当然在转线上面操作 我讲 你抗控KY没赚到了 自保全隐身 全隐身 这我都还没有讲 这我都还没有讲 没有关系 我只是跟各位谈个重点 来 在这里 你都没有赚到 无限快充 价差操作 好不好 赚钱最实在 你只要做到一档价差 什么都回来了 全年最低 12月31号以前 有效 祝大家超好顺利 免贱 请不吝点赞 订赞 订赞 投资